塗鴉的英文叫做graffiti 這個字原本是指龐貝古城上面的標語 好幾千年來 羅馬人一樣喜歡塗鴉 城市裡面到處可以看到不同的記號 還有圖案 這些塗鴉有一些是罵人的話 還有一些是可愛的施愛宣言 甚至有一些政治言論等等 清楚記錄下羅馬人日常的喜怒哀樂 我們一起到羅馬看看這些繽紛可愛的塗鴉 義大利羅馬市區有一棟七層樓的建築 牆面上有超級大壁畫 工作在街上 在一個空間屬於所有的地方 都跳出了一種間間接觸 所以在最後 你賺到尊敬在街上 你賺到每個主意的主意 你賺到其他人的空間 你賺到一個空間屬於其他人 你賺到一個空間屬於一刻 作為一個人 作為一個藝人 作為一個工作的工作 在羅馬塗鴉隨處可見 這樣的創作方式已經維持了好幾千年 英文裡塗鴉 塗鴉這個字 一開始是指龐貝城遺跡上所留下的記號 到了現代羅馬 塗鴉的方式變得更多元 不管是噴漆還是在牆上刻印 各個階層的羅馬人繼續用自己的方式 在城市中留下各種印記 裡面有對政府的不滿 足球賽事勝利慶祝 還有愛的宣言 創作形式更是無所不包 從古羅馬時期留下來的塗鴉傳統 繼續由現代人發揚光大 今天準備結束了 嘴哲阿 dez